台中市政府积极推动观光公车的路线 优化自行车道 建构观光亮点 考量疫情冲击旅苏夜和餐饮业 也祭出各项旅游奖励计划 市政会议上 市长卢秀燕就表示 台中市配合中央悠游国旅补助执行的成效 是六度第一 希望接下来结合伴手里推荐的资讯 提供游客更便利的服务 市府官旅局进行简报 为打造魅力台中城市 台中市政府推动观光公车路线 改善自行车道 为自由行游客规划完整的交通路线 并推动台中山海屯都 安心玩旅游奖励计划 交通是我们发展观光的一个基本的条件 对于自由行的旅客而言 交通的可及性 更是决定是否愿意来的一个关键因素 为了要提升我们本市观光的交通便利性 简化游客的辨识的困难度 官旅局规划了四条示范观光公车的路线 山海屯都各位有一条 在去年的9月17号 已经先开醒了第一条的台中时尚深中省的路线 除了祭出多项旅游奖励计划 台中市也积极配合中央悠游国旅补助 执行成效是六都第一 光是今年暑假自由行补助来台中 累计住宿人数超过35万人 执行率是六都第一 那国旅征刑方案中央提供经费 让全国的民众可以到各县市去住宿旅游 那本市获得六都的第一名 也是全国第一名 就申请到本市来住宿旅游的民众最多 那三年来住宿总人士在六都中 已经排列名列前茅 期间还获得知名定网网站 评选全球八大信心旅游目的地 以及赖国旅热搜的程式第一 证明本市光光在疫情的冲击之下 仍然稳步的向前 市府表示希望将创新体验游城 结合行销推广活动 像是结合台中十大伴手礼 和台中购物节等讯息 提供游客更便利的服务 记者张伟林台中采访报道